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大虾的好吃做法 首先准备半斤虾,挑出虾线 剥去虾壳 大约有40只的样子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老姜切成片 大葱切成段 再切点蒜片 切好后和虾仁放一起 再加入一勺水用盐,一勺料酒 搅拌均匀,防饮边,腌上15分钟 盖上盖子,防沉防虫 接下来再调个料汁 碗里面加入2满勺白砂糖 再加入一瓶勺白醋 再加入3勺番茄酱 如果所用的醋比较酸 就加入3勺白砂糖 最后再加入5勺清水 稀释一下 然后再加入1勺生抽,提色 再加入1勺小勺淀粉 搅拌均匀 料汁就调好了 15分钟后,虾仁也已经煎好了 取出来,把它放入到淀粉里 10每一只大虾都均匀地裹上一层淀粉 然后再把多余的淀粉用筷子敲落下来 先放在盘子里等着备用 接下来像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烧至筷子周围冒密集的气泡泡就行了 然后把裹满淀粉的大虾 依此放进油锅里炸 炸至定型的时候,用筷子搅散开 防止粘连在一起 大约几分钟 炸至像这样,表皮,金黄,酥脆 就可以用控勺捞出控油了 这个时候就已经闻到大虾的香味了 特别的鲜香 全部捞完后还放在漏勺里 下面放上一只干燥的碗 然后把油温升高,升至9成10成热 烧热后再把它倒在虾仁上面 这样复炸一次,虾仁更酥脆 然后锅里有底油,把之前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开中小火炒至浓稠冒泡 再把炸好的虾仁倒进来,迅速翻炒 然后出锅,装盘,再撒一点熟的白芝麻装饰一下 香片片的糖醋虾仁就完成了 这道菜一定要趁热吃 虽然热的时候很烫嘴 但是热的时候表皮是酥脆的 时间长了表皮就变软了 但是味道不错,酸酸甜甜的,非常好吃 这道菜小朋友以及女性朋友 喜欢吃的肯定比较多 喜欢的话不妨可以先收藏起来 有时间的话试一试 无论是待客还是过年做年夜菜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一出锅一上桌 光盘的速度那叫一个快 我是阿胖,谢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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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胖,谢谢您的观看